我怎么晕晕啊 梅姨 你俩来得刚刚好 帮奶奶开火店 可能一会儿就回来 刚刚我奶奶比较吃这个 肯定少吃 蘑菇头 这个好像是要不能乱吃的 你别骗人了大爷 一定是你想偷偷的吃 我偏不给你吃 哎呀 怎么这么难吃 都给你 头怎么晕晕的 蘑菇头 蘑菇头你怎么了呀 哎呀 王奶奶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蘑菇头 蘑菇头 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把这个药给蘑菇头吃 你也太不懂事了 不是我 我没有 你猜说不是 这个药品都都看不懂了 不是我 原来就是蘑菇头啊 大爷 你怎么了 大爷 你快救救蘑菇头 他吃了王奶奶的药 晕倒了 别急 你送他去医院 你在这儿等着一夜 肯定是这个大爷 他拿着我的药给蘑菇头吃的 不是我 我没有 哎呀 妈 大家都跟我说了 是你自己把药随手乱放 蘑菇头以为是好吃的就吃了 大爷还阻止他了呢 怎么会这样呢 你下次吃完药啊 千万不能随手乱放 太危险了 大爷 是奶奶不好 你想吃什么 奶奶给你拿 不用不用 谢谢奶奶 我的蘑菇头回来 一起吃 快点击左下方贴纸 一起出踏踏木门23周年生日快乐吧 真是个好孩子 这牛奶真好喝 王奶奶 我还想喝可乐 行 奶奶给你拿 你都没你的小麦布里啊 啥都有 蘑菇头不要喝 王奶奶 牛奶和可乐是不能一起喝的 会拉肚子的 你就会胡说 我看分明是你想喝吧 就是就是 真不是 王奶奶你相信我 鬼才相信你呢 蘑菇头 快喝吧 我去找东梅姨 东梅姨 王奶奶让蘑菇头 把牛奶和可乐一起喝了 什么 快回去看看 哎 蘑菇头别喝 怎么了 东梅 孩子喝点可乐怎么了 不是嘛 可乐和牛奶不能一起喝的 你看 把牛奶跟可乐混合在一起 会变成可怕的沉淀屋 小朋友们要注意 哎呀 都是我的错 是我老糊涂了 蘑菇头 你没事吧 没 哎呦 我怎么肚子突然疼起来了 哎 走出奶奶的错 走 快去医院 好大爷 是奶奶错怪你了 没事的王奶奶 我才没放在心上呢 看在大家今天表现好的份上 我这小卖部的东西随便你吃 你觉得怎么样啊 妈 那太好了 大鸭你随便吃 耶 太好了 哈哈哈 蘑菇头 别捡瓶子胆钱了 你看这是什么 哇 大鸭你哪来的那么多零食 我去隔壁王大爷那买的 为了买这些零食 我可存了一个月的钱呢 啊 不对啊 你零花钱不是早就花完了吗 哎呀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请你吃点人头 哈哈哈哈 我的钱毕毕在这呢 跑哪里去了 我的钱啊 我的钱 哎 你们两个在干嘛 你们哪来的这么多钱买零食 是不是偷了我的钱去买零食了 啊 王奶奶 我没有钱 这是蘑菇头买的 哇 好啊蘑菇头 你居然敢偷我的钱 我 我没有 这是大鸭买的 你还小便 你这都吃上了 你这孩子 向来就坏得好 我这就去找东梅 让他来收拾你 哎 蘑菇头 听我妈说你偷我们小麦布的钱了 我 我没有 是大鸭 我捡瓶子捡得好好的 她突然说请我吃年食 不是 是我在捡瓶子 蘑菇头头的钱 你们两个把头抬起来我看看 大鸭 钱是你偷的吧 蘑菇头因为捡瓶子脸都糟了 而你却穿得干干净净 上 蘑菇头 刚刚啊是王奶奶冤枉你了 你不是一直在攒钱想买个小宠物吗 你叫你玩这个 互动桌面宠物有凹凸世界李白 奥特曼冰公主等三千个二次元宠物的你选择 这样你就不用天天见平 谢谢姨 姨姨 我游戏离我远点 走 你带你去吃好吃的 黄奶奶我烤了61分 蘑菇头你可真厉害啊 都烤及格了太不容易了 快来坐 来 奶奶给你拿点好吃的不顾脑子 哇 谢谢奶奶 嗯 这乱烤菜真好吃啊 来 乖孙子 再玩回手机 要毛衣结合 别光顾着学习 哇 真好玩 哎 王奶奶 东北仪不在吗 咋呀 你找都没什么事啊 王奶奶 我烤了99分 改东北仪占领奖励的 什么奖励 烤99分有什么好显摆的 不还是没烤到100分吗 就是就是 他才考了61分 凭什么有奖励 还给他玩手机 我都好久没玩这个回合制的游戏了 你这小丫头骗子还敢顶嘴 你不是想要奖励吗 那就奖励你 把整个小麦部的卫生打扫干净 今天不打扫干净 不准你回家 东北仪 你在哪啊 哎 你们这事还干嘛 东北仪 蒙古头烤了61分 我奶奶奖励给他好多零食 还给他玩你的手机游戏 我烤了99分 我奶奶让我打扫卫生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要再这样 我可把你送回老家了 闺女 别别别 妈知错了 大爷 奶奶知错了还不行吗 一回来就告状了 哎 小麦布的零食啊你随便吃 还有这个给你玩 可比手机好玩多了 哼 哇 这个手机好大呀 玩起来也太过瘾了吧 你们说我应该原谅王奶奶吗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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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这是东北仪给我的 给我 你给我 你们两个 我一伙不在 就把这玩具摔害成这样 说 是谁干的 王奶奶 是大鸭非要跟我抢 我把他玩怪的 才能不能看玩的 好啊 好你个大鸭 我就知道你竟干坏事 王奶奶 这蘑菇草非要跟我抢 这黑面是东北 你给我的玩具 你胡说 蘑菇草干啥跟你抢 他爷爷的孩子平时要什么没有 我给他那么多玩具 他根本就不缺 你平时你看蘑菇草的玩具也好 还发谎 就是就是 王奶奶你偏心 明明就是他抢了我的玩具 还抢倒了我 这孩子 我今天就要改给你说谎的坏习惯 妈 你在干嘛 这个大鸭太爱说谎了 他摔了蘑菇草的玩具 还倒打一耙 这明明是我讲了一耙 大家帮我看一眼送给他玩的 难道美 我没拿我 这我从头的举了我的玩具 还催了我 妈 你怎么能多尊七红皂白就冤枉大家呢 傻呀 奶奶错了 奶奶把这种皮胶软底 小巧医生呢 可以透过的模具送给你 能原谅奶奶吗 也是 安全愿